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感觉他长得像我大学时候的初恋 他跟你年龄相当吗 其实说年龄我特别不好意思 我来猜一猜你今年38了 你顶多比他大18吧 没有他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他今年24岁 你干嘛那么不好意思呢 就大14岁吗 其实我感觉我们俩相处也不像是相差那么多的 你包括我认他以后 然后我的服装啊 我的精神啊什么的 我都有所改变 包括我今天来穿这件衣服 其实我还挺大胆的 我从来没穿过漏肩的什么的 其实我犹豫了很久很久 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比你小14岁的男人让你重新做了一回女人 长什么样子 你有照片吗 长得很帅的 有照片吗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有 还帅吧 我们俩出去玩拍的 你们俩还旅游了 是吗 这没什么不好的 这又让我想到那首诗啊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以老 君恨我生死 我恨君生早 恨不生同时 日日与君好 我们从结婚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你们是在生理上是有问题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这个孩子40岁的时候 你多大了 54 对 你54了 跟他在一起怎么相处 在生理上 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 也是不协调的 相爱容易相处难 你们想想 他一个24岁的小伙子 可能还没有你经历的多 你们两个在一块 可能人生观价值观就不一样 根本 我也谈过姐弟恋 但是 你小多少 小多少 小大过于14对吧 对不对 不要那么扭捏嘛 做都做了 怕别人说 是吧 这没什么不光彩的 多少啊 16 16 又打破了一个记录 但是 前提是要他主动 你感受到他对你有意思 有一次 明天晚上我们俩就坐着喝着的啤酒 他说小远 我说你想找什么样的 然后他又说 我就想找姐这样的 我就找姐 他说这意思什么的 我也会做饭 然后我洗衣服什么的 从来了以后 他感觉有家的感觉 由此有没有关系 更进一步 其实这样的 你看他脏嘴闭嘴姐 其实 人家不叫你姐 你想人家叫你叫什么 我感觉 就像人们常说的那句话 说人的生命当中 应该有一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 也应该有一次 奋不顾身的爱情 说得好 既然他年龄小 我先喜欢他的 我想 我想主动一点吧 你是真爱他 我完全能够看出来 但我也会想到 奋不顾身的爱情 总是存在的 可是奋不顾身的婚姻 往往是痛苦的 亲爱的 我们不要想那么远的事情 好不好 对 因为呢 即便你们是 年龄相当 背景相当 什么都很相当 三五年就散了 多的是 人生苦短啊 但是你要小心了 一个比你小14岁的男人 他能够接受你的爱吗 其实上 他用了一个计谋 他寻寻善诱 就是希望 他能够从你那 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呢 又不上这个套 就把你吊着 他在吊你胃口 所以这个男人 是很危险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感觉他能接受 我对他的好 那就是证明他喜欢我 但其实我并不会认为 他们是一个情侣的关系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他认为你是一个大姐姐 不我感觉你说 不可能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呢 难道你们两个 你们真有牵手吗 牵手牵了吗 牵手有时间 我牵他嘛 那你们两个有亲吻吗 有没有 这个没有 我们都有纯洁的 不不不 没有 就因为你们现在很纯洁 所以我觉得 可能更多的感情 是在姐姐和弟弟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情侣之间的关系 我还是那句话 长那么大 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 优优独播剧场站 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一些转换 所在娱乐的转型上 终又带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心里也特别忐忑 如果她今天来了 她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只把你当姐姐 甚至是当母亲一般的温暖 不可能 如果是呢 第一五我感觉不会 如果是呢我想问你 假 假如说是这样的话 那只能 告我自己自作多情吗 你会恨她吗 我不会恨她 你还会让她住在那吗 会 跟你结婚 你会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公证的话 我感觉 不用了吧 不用了 因为我喜欢她 我东西都无所谓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的父母 言辞反对 你怎么办 如果父母反对的话 我想 用我的行动 用我的努力 去 去跟她父母尽量沟通嘛 行吧 行吧